毛泽东撰文称赞,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静宇,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节六中全会。 会上,高度评价杨静宇和东北抗日联军致电赞与他们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璇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英雄,英雄 老老少少男女百姓 你可以读书写字秒白花素 我可以聚强两件热血飞灯 怕可以花钱月下刻空长雨 大家可以坐过农村下秋冬 你前面站着一位大英雄 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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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天蓬天 记住他的羽容 记住他的声音 记住他的眼睛 记住他的英明 你前面 站着一位大英雄 记住他的英容 记住他的身体 记住他的眼睛 记住他的英明 你前面 站着一位大英雄 明天 明天 你把海龙幽击队的情况汇报一下 你说吧 海龙幽击队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 人数和枪支也基本上一样 但是自从成立以来 从来就没有和日本关东军硬碰硬的打过一仗 一万多民众的抗日武装斗争 攻克了关东军的军事要塞 磐石城 如果咱们乘着打铁 把几十个山林队 义勇军 绿杠子队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共同对敌 这是多么好的斗争局面 将军 现已查明 这个人名叫杨静宇 是共产党满洲省委派来的巡视员 现在 他正着手整顿游击队 杨静宇 嫌疑犯名单上 有这个名字吗 不 又是一个化名 我弟的白沙受到威胁了 目前没有 也不惜代价 保护好牌上 尽快 铲除杨静宇这个意怀 明白了 玄光同志 由于你知道思想上的错误 给磐石地区抗日武装斗争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征求了全体党员的意见 决定撤销你县委书记 和游击队长的职务 以后的工作听候分配 我不同意 我要向神委反应 可以 这是你的权利 杨静宇同志 你和我们在工作上 产生了原则性的重大的分歧 谁是谁非 杨静宇同志 我希望你多读一读 我们的导师列宁的著作 报告 进来 盘石那边有新的情况 是盘石游击队的吗 是 盘石县委书记 游击队队长都已经换人 杨静宇正团集和拉拢 向山林队 义勇军等 所有可能跟我们对抗的力量 着手建立抗日联盟 南满的情况如此 北满 赵生志等人活动的也很猖獗 看来 共产党要有大的动作 同志们 我宣布 中国工程红军 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军队 新的领导的任命 队长 孟杰敏 副队长 王兆兰 政委 楚向臣 关于李中光同志的任命 等待满洲省委的决定 全光同志 调清源工作 成斌同志 由他担任我们的政治文化交援 我希望大家 在新的领导的指挥下 团结一致 尽快地把磐石游军队 发展壮大起来 从一个连 发展成一个团 一个师 一个军 只有这样 在和强大的关东军作战的时候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庆祝新的领导上任 咱们大家一块唱首歌 好不好 一支歌都会唱 他们一首都会唱 军人吧 应该会唱几首军歌的 北发军革命的时候 还高唱工农民联合起来 以后咱们自己也写几首军歌 这次来的时候 我唱了一首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创作的国际歌 在苏联 几乎人人会唱 被采用为国歌 成敏同志 成敏同志 对吧 对 我们伟大的无产业绩革命导师 Fradimilich Ulyanov 同志列宁 他说过 一个有觉悟的人 不管他来到哪一个国家 也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 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一帮人 远离祖国 举目无亲 语言不通 但是他都可以凭借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 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好 大家跟我唱 起来几寒脚泼的奴隶 唱 起来几寒脚泼的奴隶 停停停停停 太乱太乱啊 下面我给大家试唱一下 然后大家像我这样来唱 起来几寒脚泼的奴隶 起来几寒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被腾腰为真 离而斗争 来 大家跟着我唱啊 来 起来唱 起来几寒脚泼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被腾腰为真 离而斗争 有世界 大国共产了 刚刚接到关东军总部命令 命令我特欧客 马上牵得心惊 必定吉尼省驻军司令 古建政霸廊和治安军少本两旅 派重兵 讨伐杨志宇 你马上到盘石局 指导那里的特欧客工作 对共产党游击队要收买他们的动摇分子 对三连队一永军 要远远坚持各个击破 谢谢将军的信任 要派精明前汉 经验丰富的特工 大进游戏队 铲除杨敬宇这个义患 嘿 都回吧 回吧回吧 哎 靳于同志 你是不是把咱们这次出去 居行任务的事 再跟大家交代交代 你看 要不送出来没完 我和钟光啊 就到海龙游戏队看看 商量一下两个队联合的问题 几天就回来 还是那句话 提高警惕 严防敌人偷袭 我们没回来前 不要和敌人发生正面的冲突 你就放心吧 有件事向你请示一下 眼下战士手里的枪不多了 过去从地质老财那儿 没收了一些金条 你看能不能向军火贩子 购买点枪支弹药 你看呢 我看可以 以前咱们就这么干活 行 你们就着情处理吧 对那些汉奸地主 千万小心 好 我们走了 再见 再见 好了 我已终于到达凡石 请放心 我一定尽快查清楚 这两支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明白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好 我可离ました 再见 请进 请进 大伙 我是长导 请坐 韩石地处 昌石地处 昌白山区 潮进坚苦 您能亲自到我们这里来制导工作 真是辛苦了 谢谢长导君的关心 我刚到这里 这边的情况我还是不十分了解 所以请你多多指教 你太客气了 你肯定杨静宇去海龙的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不过 从昨天传回的情报看 目前他还没有动身 谁负责和白山的联系 小野军 这个人什么背景 小野正良 现年25岁 满洲出生 其父是满铁在乡军人 小野正良中学毕业后 既加入我们特高科 接受过我们秘密严格的训练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工 而且是个中国通 请你叫他转告白沙 将军命令我们 趁杨静宇去海龙的机会 速战速决 彻底消灭排石游击队 所以 现在我需要一天两份的互动报告 老师 请坐请坐 咱们继续开会吧 情况是这样的 去联系的同志刚刚回来 说张志仁同意我们用金条换的十支步枪 并且每支步枪配五十发子弹 咱们看看 谁去啊 当然是我去最合适了 过去我和张志仁有过一些交往 不过最近听说他和日本人来往我们一起 咱们换枪打日本人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我就担心这个 我想不会吧 张志仁依靠邵文良和军国买卖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他总得讲点心语吧 诶 老程 谈谈你的意见 我现在已经不是副队长了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诶 没有把你当成外人 请你来练习会议啊 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好吧 那我就说说我的建议 我觉得杰明同志的担心是很值得重视的 张志仁老奸俱华 而且据听说和日本人又有来往 那么这次换枪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两手准备 不妨可以把部队拉过去 埋伏在镇子的外面 以防不测 如果一旦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还可以及时接应 就这么办 定在明天晚上 我带几个战士去换枪 向陈赵兰 你们带部队接应 如果情况有变 听到枪声 你们就冲进去 什么人 我我扶老陆 你在这干啥了 我给领导送点吃的 送吃的你不过去 你在这偷听什么了 谁偷听了 我不刚走到这吗 偷听军事机灭 给日本人通报劲啊 我说你说话怎么出口伤人呢 谁给日本人通报劲了 你这么说话 年轻劲 你不能逮啥掏杀 每天后 都给日本人通报劲啊 我为 Claire 文威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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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感觉 有迟于 我感觉 我一开枪 你们就开火 都打死啊 都打死 晚上啊 都好好休息 把枪擦亮了 天一擦盒啊 我一喊你们 你们都滚啊 大灯下来 还有什么吩咐 我妈拿门的精神点 今天我不会喝 任何人不许进来 好 我妈去吧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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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消息来 这屋里出去了 啾啾 特别是好消息 都是精神啊 二伯 啾啾 啾 啾 那是 黄军怎么说的 他们说了 他们说 就案您的意思吧 院里的游戏队 由您来收拾 院外面的主力 由黄军和直安军的外里的 哎呦 好 这样 就往我们一失了 不是救 有事我得问问 这个游戏队借换枪的机会 来收拾他 这情报可靠 可靠 那你听谁说的 温叔 这玩意可得上座 万一是个假情报 叫黄军 对啊 不漏风 那你麻烦 我二官就别多说了 这情报绝对可靠 全省讨怕总队司令长官 暗谷熊鱼狼已经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把游戏队全签 可啥啊 蛮料带几个人 到路口盯着去 哎呀 是 马上先我报告 你看 这不大乎事吗 我马上带上去 我马上带上去 我看 饿死 哎 老李 你好你好 你好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你看这是谁 杨静宇同志 哎呀老样子 我早就趴帮你来 哎 路上辛苦了 哎 我说啊 这就是海龙游击队队长 王仁哉同志 嘿嘿 王队长 你看我们走了几十里路了 今天拿点什么好吃东西 招待招待 最好有点硬杂 你一鸟鱼炖土豆啊 喊金骚啊 嘿嘿 好菜好菜 杨静宇同志来了吗 哎 这是 杨静宇同志 哎 欢迎欢迎欢迎 静宇同志 这是我们海龙游击队的副队长 杨静宇同志 好 同志们 这位就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 杨静宇同志 哎 你们看啊 他们俩都姓杨 这个个头气质形象 长得还都一样啊 哎 你看 你别说 真的有点像 你要是不留神看 你还真分不出谁跟谁 我告诉你 你看 你看 都浓眉 大眼 都有点小胡 好 来 如果情况有变化 听见枪声 你就去接应我们 救 救 别跑 小婷 小婷 咱们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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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多人 换枪的七八个 那个 来到一大帮的 一大帮 我说 黄军知道我 早知道了 来 被你 被你了 被你了 张志然先生在吗 救救 赶紧瞎了吧 是誰呀? 放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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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那邊拿去的 我估計那邊可能要黃巨給包餡了 好 這塊新病終於出了 走 看不去 看不去 我保佑 官隊長 你這次立大國 我向暗國兄弟郎大作給你進攻 提拔你 謝天君 三個人 三個人 二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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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院裡的八個 這三十多個 三十多個 共產黨遊艇隊 這回算是傷了元氣了 傷元氣了 特高客 紅山子小姐 卡通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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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馬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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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以血还血 同志们 同志们 咱们得给死的病人报仇 咱们得接近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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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看着 同志们 眼下队的领导都牺牲了 秦宇同志去海洞还没有回来 大家千万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啊 不能跟敌人硬拼 那样的话 是那白人去送死 你是干啥的你啊 这人 等一等 他是省团委派来的联络员小孟同志 他是来队里找杨静宇同志的 请大家一定要听小孟同志的指挥 现在的局势非常复杂 非常紧急 咱们没有领导情况下 同志们只不可贸而行动啊 全国同志在吗 他现在不在 他是成斌原游击队的副队长 崇永志请你带着两家 起码尸体养开了 然后立刻转移 我应该去海龙找尽同志 不仅要把磐石和海龙游击队联合起来 还要把本地区的山林队 义勇军绿杠队 一切爱国武装力量 全都联合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庞大的抗日大军 打鬼子 打鬼子 还是打鬼子 我就说那么多 老杨 你说的太好了 我们一定跟你联合起来打鬼子 老杨 那些地府 土匪 胡子都掉转强口打日本人 特别是那些爱国的东北军组长的 义勇军 救国队 他们为了打小日本没有尽管 钻进深山老林里吃苦受罪 你说 他们这些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团结吗 可是先为 就咱们这些土枪土豹的游击队 再不联合起来 怎么打鬼子 我坚决拥护杨学士员的指示 从纪念开始做好准备 海龙游击队和磐石游击队合并 其一种力量狠狠打起小日本 对 老杨 你就下命令吧 再加点 你那边再加点 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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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来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好的 咱们边走边谈 老孟 省委派你来干什么 省委对你前来日子 整理县委和游击队的工作 相大满意 根据这里复杂的动用写事来看 省委决定 让你留在盘石 等两支游击队合并之后 由你担任政委 永光同志担任舱幕长 王仁斋同志 任副省委 姚继红组织 任副队长 请转告省委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并请你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 替我向省委会办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课程碑文和所有历史的名字 现在不是立碑的时候了 等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王专上 走 告诉钟光 把习生同志的姓 家庭住址 记录下来 是 另外通知几位姓存的同志 还有成斌同志 到队后来开个会 是 躺下吧 是谁出了主意 找这个汉奸地主张志仁换枪的 报告 不知道 程碑你知道吗 是 当时我列席了队长会议 我知道 你是老队长 老党员了 为什么不制止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我认为 他们换枪这件事情 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 另外 对这次行动考虑 也是缴回周全的 所以我就没有制止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张志仁会翻脸 换个枪去这么多人干什么 这个建议是我提的 我建议他们多带一些人 埋伏在镇子外边 以防不测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 张志仁和日本鬼子 早就射下了埋伏 既然咱们没有打张志仁的计划 他怎么会认为 咱们要打他呢 这个 司令员 敌人避咱们的行动 早就摸得一千二处 日本兵一个连 还有伪军一个连 提前埋伏在大脑两边 等我们听到枪声 去张家大院营救处局长的路上 遭到了埋伏 我们还没来得及上子弹 个个都被撂倒了 杨静宇同志 我为什么一直不同意 打共产党游击队这块牌子 就是现在我们的实力还太弱 我不想我们成为众师之地 这也不失为韬鬼计划吧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 共产党不打起抗日的旗帜谁来打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发展壮大 必须要保证我们先生存的基础上 生存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求生存 而不是躲进深山里去狗且偷生 打鬼子本身就是要掉脑袋的 日本人要杀我们的头 我们更要杀日本人的头 就算我们有十人头换日本人一个人头 我们有四万万同胞 最终也能把日本鬼子给灭了 大家各干各的事吧 没有什么可紧张 刚刚整顿好的磐石游击队 一夜之间几乎全军覆没了 静国阵 我怀疑这边有鬼 会不会队伍里有警方特务 你说的对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 今天充分得到了证实 我们的队伍里一定有特务 队上你怀疑谁啊 现在还不好说 杨队长 你找我 来来 三位队长开会研究换枪的事 还有谁参加了 还有成冰 还有谁到过会 还有 对 还有火夫路边 他来干什么 他来送饭 路边 他是个火夫 没事进行的吃路边 好色 逛窑子 这个人呢 当过旧警察 好色探财 在战场上脚后的东西都摔摇 我批评教育过他 受过处分 好你去吧 是 一定要把张志仁这股汉奸武装给他消灭掉 为此人的战友报仇 小马 麻烦你去大海龙 令令王仁斋 杨绿恒 立刻带部队 到磐石玻璃核套 执行紧急任务 好 其他物资以后再说 叫他们一定夜行军不能暴露 好 再见 我有个隐身出动的想法 来来来来 大家注意了 抓紧吃饭 好 吃完饭以后 马上拆账捧搬家 我们转移到新队营地去了 上班长 为什么要搬家呀 上班长 不是要打张志仁吗 才会转移来呢 哎呀 我们把张志仁的脑窝关了 敌人能不来报复吗 大家退兵吗没有 退兵了 退兵了 分头准备 站着 站着 你咋的 我什么是万连长 你不认识啊 给我开门 对不起啊 万连长 你等着 快点 快快快 万连长 还不出发呢 杨军志仁 咋还不出发呀 夜成命多呀 急啥 张志仁给咱们准备了丰盛的酒席 好饭不怕晚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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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怎么样 你这一招吧 还真叫灵 说出动了 路边 你要干啥 领导正在开会呢 你不许进去 我过去不行 不行 你看啊 镇上的美军连 开进了张志仁的大院里边 就埋伏在街道里边 日军一个连 埋伏在开往镇里的公路两边 张开了一个大口袋 正等着咱们往里钻 这说明啥 说明咱们内部 有敌人的特务 幻强流血事件 就是这条蛇搞的鬼 队伍组建的时候 没有搞过阵权 因此呢 队伍的成分很复杂 今后一定要加强保密制度 你马上带队伍出发转移 我去玻璃河谷 接下海龙一支队 警方警方 快点 快快 小心 现在我宣布命令 今天张志仁不打了 马上转移到新的营地 为啥不打了 咱白准备了 那历史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咱不报仇了 哎呀 你看看你们 无所就无所 哪像个军人啊 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 惊中指纹 跪连 小组 转 左转慢 目标正前方 出发 同志们 一路辛苦了 杉队长 是要打大仗了吧 大仗谈不上 这会请你们来 就是要在基隆里抓鸡 猪圈里逮猪 好 同志们 好休息 准备战斗 什么 也辛苦你了 这一口气 跑了好几十里路啊 谢谢 来 坐 老杨 你说 咋打吧 去端张志仁的脑子 对 但是情况非常复杂 现在可以肯定 我们对内部 有敌人的奸细 换枪事件的遭遇 和特务活动 有直接关系 奸细查出来吗 快了 我们已经把蛇引出了洞 所以我叫中光同志带队伍 转移到心理营地 稳住敌人 调你们过来打这一仗 我问你是不是要进步准去 警方 快走 快开门 来汽车 来汽车 这辛苦 你不说杨将雨来吗 他为什么没有来 叫我的士兵白白的辛苦了一夜 我这心里也都急 我 我 我也等着他来呢 是不是你的人 走了了消息 不是啊 太君 我这人 一个人都没出大院 太君 难道 治安军里 有共产党的艰辛 中文 你怎么做的 我很担心 杨静雨已经发现 他的内部 有我在这 如果说那 有什么好奇 特高科的情报 根本就不准 叫我两百多士兵 白白的辛苦了一夜 如果说那 有什么好奇 我请你 少佐阁将 根据我的情报和分析 经过黄军的几次讨访 杨静雨的部队 已经死伤了过半 只剩下三十几个人 和几套破枪 已经无力再和黄军作战了 亮他也不敢贸然行动 太君 下一个我买的 杨静雨早已忘分而终 放假一件 行不回去吧 请你回去 把我们这里的情况 向省委汇报一下 眼下最关键的是 我们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我们不清楚 干起了心里没底 这段时间大事 说白了 就像梅娘的孩子 上夜期啊 正在千方百计的 同各种渠道 稍把跟党中央联系上 可是现在 一点消息也没有 请你防止 如果不是情况紧急的话 我只想今天夜里 留下来 跟你们一块战斗 杀几个小鬼子 打仗的机会多的是 下次吧 下次来一定让你参加战斗 亲手杀几个小鬼子 嗯 记住啊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要开架 用匕首硬绳子 干掉少兵 把敌人堵在被窝里 也不要让敌人开架 大尾桑 大尾桑 谁说你不会笑 你是妖精的牙 才是妖娇 累积着关东的掌控 照料康日的相抛 上阵的有你 有我 有她 不管她什么 催她都不出脸超高 小熊 大尾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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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囯节团队 有你 parade 앞 云丰AD 原谈 大尾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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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暗淀 骨抵的 胸骨河 还是大尾桑 大尾桑 的城 大尾桑 和其樂者 趕出中國 身著大地鄉長 一個口號 和其樂者 趕出中國 身著大地鄉長 一個口號 誰說你不會想 你是鑽進了圈 停止了涼 揮舞著散酒的冰雪 釋放了喇叭的眼耙 殘真的有天有地有泥 你 管他什麼 頭髮未叫後世道 大鬼子 大鬼子 三江水晴仙 任命還是高 愛是大鬼子 一江江水晴仙 任命還是高 愛是大鬼子 我的天啊 說我領身 murdered 身著大地鄉長 一個口號 劍船你不會想 其實你lasse的最後 一生的